第962章 风魔抱园 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如同白鞠过戏一般过去 叶西文在整个第五层 已经将自己的赫赫五威打开了知名度 许多飓风之中的风魔 都已经知道了第五层已经来了一个凶神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叶西文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之前那些恶太子等人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第七层 所以他们都不想在第五层久留 在这第五层之中 连十天都没有待到 就已经闯进了第六层了 因此这都不算什么 但是像叶西文这般 直接就是以屠杀这些风魔为目的的 却还是从来没有的 第五层之中也不是只剩下了叶西文 在第五层之中还有一大批被第一集团落下的武者 这个时候他们真是进退不得 无论是往前还是退出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了 落后于第一集团之后 缺乏箭头的他们 就和之前的那些海族舞者一般 也是陷入了泥潭之中一般 当然 他们比起那些海族高手的实力也高出了不少 整个处境也好得多了 至少能够坚持到现在 他们也多少都注意到了叶西文的表现 他们有些也想加入叶西文的队伍 毫无疑问 拥有绝对强横的实力的叶西文 绝对有资格成为他们之中的箭头人物 带领他们一路冲杀上去 而且叶西文的厮杀 简直可以用一面倒的屠杀来形容 他所过之处 根本就是所向披靡 但是让人有些奇怪的是 他似乎并不是为了进入第七层 而是像是在磨练自己一般 每斩杀一头疯魔 他似乎就变强一丝 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 但是积累起来 一整个月下来 就变得异常的可观了 如果他要前往第六层的话 半个月前就可以前往了 这还是因为他是一个人的关系 所以速度当然比不得那些 组队前往的高手们 不过即便如此 那也非常快了 不过看叶西文 根本没有要和众人一起的意思 很快众人就没有了什么兴趣 况且 他们和叶西文的关系 也绝对算不上是有多好 扑斥 叶西文直接一刀劈死了 一头扑杀过来的蜂魔 整个人的动作停滞了下来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而周围那些蜂魔 也不敢再有什么动静 和二层那些 汉不畏死的魔头相比 这些蜂魔无疑要狡猾得多了 或者说 在这一个多月之中 叶西文生生将他们给杀到怕了 毕竟也不是谁都能够 像叶西文这般所向披靡的 他们甚至都找不到一个 能够和眼前这个凶星媲美的高手来 原本叶西文才刚刚上来的时候 他们还异常的兴奋 将叶西文看作是一个肥肉 如果能够入主叶西文的肉身的话 那么就能够脱离这个该死的镇魔塔了 作为在这个镇魔塔之中出生的魔族 生下来就已经落下了这个镇魔塔的印记了 生生世世都不可能脱离这个镇魔塔 唯一的办法就是入主别的肉身 才有可能脱离出去 当然要放弃自己的肉身 就算能够成功 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这个时候选择的肉身越好 将来的成就和潜力也就越大了 和其他人相比 叶西文身上气血旺盛 远胜常人 自然是他们下手的第一人选了 只可惜 叶西文根本就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样 是一个好对付的 而是一个超级凶星 这一个月来 到底有多少蜂魔死在叶西文的手上 已经没有人能算得清楚 但是这个凶神 却好像根本还不知足一般 不断的屠杀他们这些蜂魔 但是偏偏这些蜂魔和他相比 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他们目前为止 最为郁闷的地方 终于 或许是叶西文的 嚣张行径热的身材 在蜂魔之中 魔将忍不住 直接现身 不过这五层之中的魔将 却不是那些魔族 而是一头魔兽 一头蜂魔抱园 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即便是隔得远远的 叶西文还是第一时间 就被这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给惊醒了 这是一头比起 之前叶西文所见过的魔将 都还要强横的魔兽 因为这强横的实力 也是成为了五层之中的主宰 要说实力 比起之前在二层中 遇到的那一头魔将 都还要强横的样子 事实上 叶西文在跨入了镇魔塔之后 除了第一层之外 每一层都有一头魔将在镇守 除了第一层根本 没有看到魔将之外 其他的三层都有魔将在镇守 不过最后也都陨落在了 叶西文的手上 他简直就是一个魔将杀手一般 第一层之中的魔将 根本就没有出现 显然也是意识到了 他们的幻术 对于叶西文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在最大的幻术 都在叶西文的面前失守之后 那么他们对于叶西文的胜率 几乎可以说的上是为灵了 虽然他们是魔族 但是却不是傻瓜 这个时候明知道 没有什么胜率 自然不会继续阻拦叶西文 所以才出现了叶西文在一层之中所向披靡 那些幻魔根本不敢阻挡的情况 在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之中 叶西文也都相继遇到了那些魔将 这些魔将在之前 恶太子他们过境的时候不敢阻拦 但是看到叶西文一个人 那还有什么顾虑 自然直接就冲杀了上来了 在这五层之中的魔将 也终于开始忍不住要出手了 叶西文望去 却是一头两米多高的风魔抱园 和那些动辄就犹如小山一般的魔兽相比 这一头风魔抱园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庞大的身形 但是却给叶西文一种 其他魔头所没有的恐怖的压迫感 他身上缠绕着一圈一圈的风云 手持一条风棍 面目猙獰 通体黑色的长毛 看过去就像是一头黑色的人形怪物 浑身浑厚的真缘 也是一圈一圈的荡漾出来 真缘雄厚的吓人 不远处 一些落在第五层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 顿时也都吓死了一般 为这刚刚出现的第五层的魔将 好厉害 这是什么东西 这气势 简直不比恶太子他们要差分毫 真是恐怖 这阵魔塔之中 到底都镇压着什么东西 有人震惊的说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阵魔塔 可是镇压着整个封印之地 传说一个魔族之中的大人物 就是陨落在了这里 光是镇压这些超脱镜的魔族算什么 这些一定不是当年被镇压在这里的那些魔族了 可能是他们无数代之后繁衍出来的血脉罢了 不然的话 论实力 绝对不仅仅是如此 这可能就是第五层之中的魔将了 之前独公子他们刚来的时候也说过 这里面潜藏着一头恐怖无比的魔将 虽然他们人多 但是也不想招惹这一头魔将 没想到现在居然让我们给碰到了 嘶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不然的话 等到这一头魔将杀了叶西文 下面就是我们的了 一个人顿时想起了什么 惊恐万壮的说道 如果只是那些一般的魔族 他们还不会这么焦急 但是偏偏 这是传说中镇守着第五层的魔将 虽然是一头风魔抱园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分别呢 都是那么的恐怖 你看我们现在还能够跑得掉吗 这个时候 他身边的一个舞者非常的郁闷地说道 看着周围慢慢围上来的那些风魔 他们顿时打消了所有想要突围离开这里的打算 他们只有两个下场 要么是叶西文斩杀了这一头风魔抱园 那么没有了吗 魔将的指挥的风魔 也只有溃散的份 又或者是叶西文被击杀 他们也会很快步叶西文的后尘被斩杀 所以在这个时候 即便很多人看不顺眼叶西文 但是也在心里为叶西文祈祷 这个时候他可是绝对不能输的 不然他们可就都完了 那一头风魔抱园手持风棍 然后指向了叶西文 说道 人类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在这里残害我的子民 但是本将大度 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 那我还会放你一条生路 不会把你怎么样 否则的话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大度 叶西文冷笑一声 好像是听到了什么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段时间 你的神识一直在探查我的信息 在暗中徘徊很久了 估计早就想杀了我了吧 如果不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对手 或者说没有把握能够将我战败 这个时候 恐怕你也早就扑杀过来了吧 现在还说什么假惺惺的话 原来叶西文早就发现 这一头风魔抱园 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在暗中亏是叶西文 估计在暗中评估叶西文的实力 后来估计是发现 不是叶西文的对手 这才悄悄退去了 不敢露头 所以叶西文对他那是一点也不陌生的 有请假惧